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秀榮 美国军人为国家服务 甚至可能要到国外去打仗 政府顾念他们的辛努和牺牲 给他们相当优厚的税务优惠 虽然大家未必有家人当兵 但也有可能会有兴趣知道 他们有什么税务优惠 首先参加战事的军人 他的收入是免联帮税 战事地区不限于 伊拉克阿富汗这些比较危险的地区 他也都包括二十几个危险度 也都比较高的地方 例如中东阿 巴基斯坦阿 菲律宾等等地区 也都包括在红海和波斯湾上面 巡逻的水兵 即使不是直接参与战事 只是后备军人 到离开住所 一百里以外的军营 服役或者受训 所有的交通费用都可以扣税 如果因为服役而长期居住在海外 要卖自己的住所的时候 居住在海外的时间 是可以在计算 是否符合每一个人 二十五万免税额的时间扣除 一般的人是要看卖屋之前五年里面 有没有在自住房屋起码住了两年 符合资格的军人 那个五年期 是可以删除在海外服役的时间 帮助他们更加容易获得免税 为国家牺牲的军人 政府会将受伤或者死亡之前的一年 缴纳的税款退还 此外服役军人 递交报税表的期限 也都是自动延期 并且可以暂时不需要缴付税金 我是林修颖 下次再来理财分本钟见面